吴磊又开始进行之谅 吴磊你好 期待了北新的情形日记 太累了吧 太干了 太厉害了 好厉害 真的是本人好帅啊 快走吧 哥们儿累死了 本人好帅啊 吴磊 哎呀我自己晓一晓得没完啦 小心啊 祝你开车 是我来到吴磊 我今年里看不清 你从北京过来吗 好开车 请我一世 你你 你又快乐了 好开车 不要压心 不然我上腰 不要走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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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Vlog 非常的强 因为这次的Vlog 工程会比较庞大 先进一段预告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 现在已经骑了11.3公里了 进行了29.3公里 所以我要怎么走啊 我吃了 我吃了 所以说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预告回来 好吧 现在预告回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现在正在泉州拍戏 然后过段时间呢 我们要转场回厦门 然后转场回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休息 所以我决定做一件 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从泉州转场回厦门的时候 骑车回厦门 对 这是我最近Gate的新技能 也不是Gate的新技能 其实我最近爱上汽车了 对 大概是90公里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骑长途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决定一会儿先去超市买点装备 一定有飞行车了 我去买一件七星一 然后买个背包啊什么的 对 加油 冲 出发 哇 小时候的最爱 哇 全都是运动的产品 好快乐 OK 我现在直接开始逛一逛 买一点我想买的东西 OK 我现在买了包 买了衣服 买了裤子 顺便给小妹买了个飞盘 买运动装备太快乐 因为本来是要明天早上出发 一天的机90公里回去 然后但今天因为提前收工了 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 先骑个30公里到40公里 然后中途找一个酒店可以住下 所以我现在临时决定 现在就出发 此时此刻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16 我准备从我的酒店出发了 两个机器对照一下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 OK Let's go 现在没太阳了 换一副眼镜 换一副眼镜 现在已经骑了11.3公里了 天也快黑了 还好骑的不是国道 是城市道路 夜起还是有点危险的 我看我先距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还有多远 我看一下 我看还有20.7公里 估计一个小时半吧 天气道 哇 骑车太爽了 骑车太快乐了 一个人长途跋涉 和我自己的自行车 征服一条又一条的路 好危险啊 这么这样 我现在已经骑行了18.2公里 然后现在中途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估计还有个18公里 也是16公里 17公里走的就可以到 今天的临时根据地了 就是在中途找酒店休息一下 然后现在感觉非常良好 有点孤单但是还是很快乐 我有我的头盔 头盔上还有我的Gopro 还有另一个机会 耶 还有自行车 我自行车上面 这边也还有机器 很快的 去哪里啊 去哪里啊 哦 哦 哦 哎呦 哎呦 这放一放一放一放 还发现朋友们 我的近江市人民政府门口 我裂了 我赶紧不要排阶上影响市楼 那这里休息一下 快了 还有14公里 我沿着十一大走十几本里 OK 打开车灯 走吧 我们还有三公里 就要到达我们今天休息的酒店了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骑行了29.3公里 然后我现在要寻思寻思 周围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去吃晚餐 然后就可以在酒店休息了 我已经到了拿了房卡了 现在到了酒店 但是同志们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非常也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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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讲的 我刚刚看了一圈 我酒店附近 就没什么吃的 很惨 就是 什么吃的都没有 刚刚看了一下 所以说我待会还得出去议食 有点烤饿 在我刚刚就沿路街边一看 什么吃的都没有 什么吃的都没有 我现在去休息一下 先好呗 找到房间 嗨 嗨 对 我现在已经包酒店了 现在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 装点吃的 因为 好像看一下酒店附近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然后现在我觉得 很有意思就是 我现在这一度 我都在跟我的 头盔说话 我给我的菜就开成算 潮汕牛肉锅 这个非常鲜嫩的牛肉 配上我这个 秘制的沙沙酱 现在已经吃完晚餐 然后现在回到房间 洗完澡 换上睡衣 然后现在已经收拾完了 刚才 把我的自行车擦了一下 然后现在 整个睡觉了 觉得今天 虽然说今天骑行时间 不是很长 只有大概 两个小时多一点点 然后骑行 距离是34公里 算了 就是后面的 就感觉 今天 非常新奇的体验吧 就是 就什么事不干 就光 就光起车这么久 还是觉得很放松 很轻松 很解压 然后真的很快乐 很舒服很爽 然后现在在一个 非常陌生的县城里面 在小小小的房间里面 有一点点的 就觉得 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 也不会觉得孤单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有我的 有我的小车陪着我 每个细节 就连洗一个水杯 都有满满的幸福感 西行 在这段时间里 真的有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 明天 从这里出发 回到厦门的住处 总共是64公里 然后我准备上午出发 上午期的时间 然后避开 下午太阳最大的事 这是我对我们剧组 化妆师的承诺 就是一定不会晒黑 然后可能上午 起两到三个小时 下午起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最后到厦门 明天的事 明天再说 对 OK 鼓勒加油 明天 注意安全 充充充充充充充 耶 晚安各位 晚安 晚安 再见了朋友们晚安 今天时间 请不吝点赞 再见 再次 哈喽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10点17分 感觉精神状态良好睡得很棒 睡得很棒 睡得睡过头了 然后 肚子也没有很酸 一点点酸 在外面今天天气感觉非常的好 我觉得外面天气非常的阳光明媚 非常好 就非常适合骑行的一天 然后呢 我买了点早餐 今天希望是水生粒粒 可以顺利起到目的地的一天 对 我吃点早餐 有碳水 有热量 有厨房 很重要 看吧 拜拜 DS 出发了 出发了朋友们 好腿今天真的有冷酸 这是干啥的 爱上与世生无 够看朋友们 你们好 河南南洋运起批发 哎呀 可以买一风筝感觉 十元景 有份 我现在 得休息一下了 太阳太大了 正中午 我现在在一个 小的集装箱后边 我去休息一下 C 哇 哈哈哈哈 I love you 厦门 厦门节 Let's go 厦门 一归新的城市 欢迎宁宁 厦门到喽 现在离我的目的地应该还有40公里左右 但是我现在已经离开泉州市 现在到下岸间点了 这个路太暴力了 下不去啊 有有有有有有有 出问题出问题 这个自行车道这个路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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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他走到这里变成这种路了 而且这里还有个还有个泪 我是高压胎很容易爆胎 如果不刹车的话 所以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还是要谨慎骑行 慢慢骑 这段我就扛上车走 得更好 别再往前走 行 不行不行 好 试试我顺觉香啊 顺觉它太香了 会干嘛 好丢 好丢 太香了 说老师 看得下 太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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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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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点菜 你的蒸菜炒蛋吗 是我的蒸菜炒蛋 摸黑鱼帮上三四条 你们几个人啊 那你可能点的菜有点多 我点的菜不是有点多 这一份菜也太大分了 天哪 我可以 我们现在决定再出发了 现在下午4点 4点47 现在跟他出发 往回骑最后的三十多公里 冲 好多人钓鱼啊 大哥今天钓到鱼了吗 今天钓到鱼了吗 没有鱼是吧 这是海还是河 涮海吧 涮海啊 这江河入海流呗 嗯 OK 我祝你好运 拜拜哥 老板 我现在在 在极美大学门口 在那儿休息 然后刚才补充了一点水分 然后把电池和卡都换了一下 现在准备继续出发了 还有最后的一个半小时的骑程 我每次路过金美大学都觉得很好玩 感觉是一个 一所很有意思的大学 OK 我现在要继续出发了 换了一副眼镜 现在太阳也没那么大了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摘掉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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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是走哪道 那道是吧 对对对 哈哈 没事 没事 所以我要怎么走啊 你要去海鸡开放吗 我不是 我是直走过桥去那边 是可以骑车过的吧 可以 OK 就吧 等一下那个车要过来 现在过是吧 对对对 好嘞 我太下门了 好美这道路 啊 好漂亮 可以 帮我拍个照吧 可以吗 可以吗 它太美了 它太漂亮了 这儿 有从泉州骑过来的 泉州 厉害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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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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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太好了 找着大哥后面骑是吧 吗 在这里 我也有一点 看到他 老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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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真好 大哥背着一个程序员 背着包 I just some son 刻板 刻板 刻板的 认知 大哥好帅 大哥的小腿 有弯那么粗 强劲有力的小腿 感觉可以 秒杀我 OK 还是都小路了 前方路口右转 哈哈 随后路口左转 这颗路真狠 这路确定是能走的吗 哇 太狠了 这路 这导航太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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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导航 前方 风口左转 随后 国际级左转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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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别人家里来了 哈哈哈哈 这转到别人家里来了这个 哈哈 这转到别人家里来了这个 不对不对不对 有问题 走 走阶梯 过这个桥 好 刚刚我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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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到这边 哼 哇 这导航好厉害 这是什么 测量水位的吗 还是 飞机场的信号塔 还是什么 照明灯什么 飞机好像都是沿这条路飞过 哇 来了来了来了 我现在正好都开心在这个飞机降落的航线下面 然后现在正好有一架飞机在缓缓的朝我这个方向飞过来 哇 哇 我还有三公里 就要到了 最后的三公里 最后的三公里 都投投网转 请注意来往车辆 啊 啊 啊 我好想你 啊 啊 啊 我好想你 啊 啊 耶 耶 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八点十九分 然后我已经顺利到达了我在厦门的住处 然后现在冷静下来我仔细的回顾了一下这两天的七星之旅 我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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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有遇见 有遇见 很有意思的人 有看见 很美丽的风景 也有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 总结下来还是很快乐 其实一个人起长途真的还挺挺寂寞的 你要跟各种东西去抗衡 你要去跟风抗衡 你去跟天气抗衡 你要去跟各种PRO各种不同的路况去抗衡 哇呀 前面这个花 啊 怎么这么多坡这个道 啊 啊 啊终于下坡了 啊 好厉害 这种生活啊 就像这次汽车一样 虽然顺度的时候很快 就顺坡的时候 哇 往下冲得快 但其实也很危险 你也要懂得适当减速 而且爬坡的时候 非常的费力 使劲的灯一下又一下 有时候有时候会想登刀放弃 但你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 不停地去踩 不停地去踏 你才能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坡 OK 捞到了很多 然后作为这期的结束 最重要的还是那一句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大家 呃 如果觉得骑行事件好玩的事情 可以适当地去 骑机车 做运动 减少 也可以减少排放什么的 但是 像这样骑长途 其实还是一件比较危险 而且需要一些专业知识 和一些储备的一项运动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随意的模仿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有一天 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有了驾照 或是你已经有驾照了 千万 不是千万 不要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在自行车道上面停车 因为真的会很影响 我们这些骑车的人 对 而且这个 不是我的反教导规则的 对 OK 这样 就这样 最后 跟我的小车车 和张仪 结束今天的这次的Vlog 耶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次的气息很顺利 下次见 拜拜